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講到國賢 這個你現在找老婆的條件 有哪些 這個其實很簡單 就只要是 既然你不用繳會費 你直接講出來 對 沒有 其實只要年紀 在30到35之間 然後喜歡小孩 喜歡小孩 有幽默感 然後愛乾淨 好相熟其實 你現在真的就是 一結婚馬上就要生小孩 一定的啊 對啊 不然我還能等多久 我爹的小孩都大了耶 我爹的小孩最大的 都一念大學了 都快畢業了 你弟弟的小孩 都已經念大學了 對啊 因為我爹 她跟她同學 他們一畢業 我爹當完畢 他們退伍回來 之後他們就結婚了 就是生小孩啦 到現在啊 大學啦 對啊 所以允潔怎樣 她說話 為什麼 她條件根本沒有那麼簡單 她要什麼 她的條件要 第一 要年輕嘛 她剛剛說30到35 她最好是30歲出頭 35就對她來講 已經極致了 然後呢 要漂亮 皮膚要白 要會外語 要聰明 要高學歷 要愛乾淨 然後基本上呢 就是要一結婚 就願意生小孩 而且要喜歡照顧她 妳真的要 條件要這麼 沒有啦 妳不要那麼誇張好不好 真的 她去拜月老的時候 就是這樣求的 妳真的很過分 妳把我 還會講出來 好難喔 妳會害死我啊 沒有 我會孤獨終老 我騙妳 我真的會害死我 沒有 因為她最近真的是 她的桃花 其實我覺得也都還OK 就是她身邊也都有 女生出現 但是她好容易踩煞車 而且她踩煞車那種地步 是妳會對著電話咆哮說 她約妳去喝酒 妳為什麼不去 妳在怕什麼 妳說兩個 這女生什麼都不錯 但是妳 譬如說妳看到哪一點 然後讓妳踩煞車的 讓妳踩煞車的點 她剛剛講那個 她對我發脾氣 因為那女生找我去 可能喝酒幹嘛 那我可能 因為我隔天有工作 然後我想說 如果太晚的話 我回家說睡不飽 隔天起來臉會水腫 會影響的工作 因為我隔天要拍戲 不然這樣子改天好不好 我們約改天再喝 然後我跟她講這個事情 然後她就 對我整個跑去 她說人家約妳去喝酒 妳不去 妳還跟我說什麼 有工作幹嘛什麼 只要大家有油把她推掉 那我就後來想說 那我後來再仔細回想 我在想說 是不是真的沒有到達 那麼的喜歡 所以沒有那個衝動 我覺得 因為你看之前 我不是 我剛剛講低段那個戀情的時候 我是很快就陷下去 就是可能那個喜歡程度 到那個地方 你就是馬上就會下去 那你這一段 跟你剛剛講的那個低段 他們兩個條件差在哪裡 第一個讓你直接陷下去的 後面那個條件比較好 後面這還比較好 嗯 條件比較好 身材也好 然後學歷也好 那為什麼 然後工作也好 那差在哪裡 差在一個感覺 第一個比較溫柔 她有一種致命的吸引力 她個子小 但有一個致命吸引力 然後因為現在這個女生 她是個子比較高 因為她 又比較有自信的那一種 因為她高跟起來 一站起來她比你還高 所以我其實有點壓力 那是模特兒來的 差不多 因為她169 所以剛剛問題踩下去 她是比我還高的 所以我看她我都要這樣看 其實 有點像湯姆克魯斯 跟那個 妮可不可以嗎 對啊 你可以當湯姆克魯斯 你忍不當啊 那不是 可能我就是 沒有那個衝動 那天我會發脾氣的原因是 我也理解隔天我有工作 我也不會去參加 我也不會答應 但是因為她就算 隔天有工作 她可能自己一個人 在家小酌慢慢睡著 也是大概四五點左右 就是慢慢小酌 就是到她真的可以入睡 有時候妳要這樣 年紀到了 那就是搞故同下降 對 妳好像有動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她都已經跟著女生先吃完晚餐了 只是那女生順路 她想說送她回飯店之前 兩個人可以去小酌一下 也不是要大喝的那一種 所以是要去喝 就是小酌一下 我覺得人家女生 你知道女生要開口有多難嗎 對啊 而且你知道這個已經是 最近我在她身邊聽到 條件是最符合她的 對她最主動的 然後我就覺得你拒絕真的很可惜 那女生住哪裡啊 為什麼要住飯店啊 她想要 因為她覺得她工作壓力很大 她想要委出國一下 所以她住飯店 她就吃完晚飯 對... 然後想說喝一杯 結果妳拒絕了她 是不是 你是不是如果妳是她朋友 人家根本就已經想好整套的了 是不是會很生氣 現成了湯姆克魯斯妳不當 到底在想什麼 好啦 我的錯了 不過她可能真的就感覺 那蔡允潔妳的戀愛 那妳列個條件 我列不出條件 因為 妳完全憑感覺 她超靠感覺的 因為她有 她去拜完月老之後 她有跟我講 叫我也去拜 因為她也叫小優去拜了 小優拜完順到一個 小優啊 是嗎 超順的 因為他們那個 他們有看了YouTuber 上面怎麼介紹 怎麼拜月老 然後他們就教我說 我要列出十大很明顯的條件 譬如說 確定的不是很明顯 確定的條件 好 那妳列不出來 那妳們跟她這麼熟 妳們看到她喜歡的男生 她喜歡的男人 以前大概是個什麼樣的特質 都不一樣 她認知好廣 她認知很廣 所以她真是憑感覺 她真的憑感覺 妳完全抓不到她 到底要什麼 所以蔡允潔妳是那種 沒感覺就沒感覺 但是有感覺的時候就是 整個就是挺胸 收小腹 就是很自然的 這樣子的 她就是那種有感覺 她可以上午看房 下午就去覆定的那種 對 我跟你講真的 就是今天認識 明天就在一起了 妳告訴我們一個 妳曾經一眼就有感覺的男生 大概是什麼樣子 要雙方都有感覺 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如果雙方都有感覺 妳不用追我 就是妳基本上 妳告訴我 上次那一個 妳們是怎樣有感覺 墊在一起了 就是那個 就是三個禮拜那個 她朋友介紹 然後當天我們去吃野人 就是KID的那個火鍋 妳不用描述不詳細好不好 就吃個飯就好了 對啦 吃一吃 然後晚上去唱個歌 然後就在一起了 那感覺在哪裡 那我們要聽到感覺 當天見到面 第一眼 她歌唱得好 還是眼神 她開門進來 你恰恰就知道有什麼 開門的那一秒 對 是什麼樣的氣場 什麼樣的 我不知道第一眼 第一眼 沒有沒有 身高跟身高 都沒有 跟身高跟長相 跟身高跟長相 所以蔡允潔妳不是 愛帥哥型的 我最喜歡的是龍少華 龍哥 其實我喜歡的是一種 老師妳那什麼 什麼 她是想龍少華長什麼 現在在說 對 就是我最 成熟魅力 Man穩重 但是我前男友也不是那個 可是因為我看過她 她這個歷任的 每一個 像譬如說 像譬如說我們交女朋友 妳看過我歷任的 妳會發現他們都有些 相似的地方 或是有些特質 然後她是 第一眼看下來 四種都不同的 她是很勇於嘗試 十二星座 十二生肖 然後歌 A B O A 什麼各種血型的那種人 這點我真的滿佩服她 而且我是交老人之後 才會知道 我屬龍 她也屬龍 原來她大老十二歲 是交往後才知道 那又怎樣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我都不會先 就像她常說 妳為什麼我不先觀察 對 我會先問嘛 之後再交往 可是我是可能交往之後 我才開始知道這情 對 對 好老師 如果我們算命碰到這種 我們就退錢付錢 對